坦克开进加萨拉法关卡 以色列宣布占领这座人道救援物资的主要运输入口 因为拒绝哈马斯软化后的三阶段停火协议 而进到加萨的人员救援物资已经全面停止 加萨表示过去二四小时内 以色列发动攻击已经造成五十四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九十六人受伤 双方停火谈不拢 以色列派出代表团前往开罗谈判 成员包含情报机构摩萨德 和国家安全局的高阶官员 而哈马斯态度强硬 喊话这是救回人质的最后通牒 外媒分析上周末开罗协议 以色列根本就没有派员参加 而如今派遣技术专家前往 已经算是有进步 不过以军希望以强硬施压夺为人质 在南加萨拉法地区持续军事行动 让联合国埃及甚至西方盟友抢击 目前哈马斯提出第一阶段释放十八名人质 而不是之前协议的三十三人 扬言以色列如果再进攻 就带不回这些人质 这次开罗之约成为停火与否 最关键一场谈判 下面一期视频 彭志华 刘志佑 众欧报道